我网友说调料都是吃多少放多少 唯独这个蚝油啊 拐多少吃多少 很好都是 我吃人常常的 当时网友脏兮兮的 但是有了这个鸭嘴 咱就可以吃多少压多少 这个鸭嘴真的烂 饭的制作人人手一个 国内平常的蚝油和番茄沙丝都能用 这鸭嘴有两种单小 它的粗细对比 差别很细微 海天的蚝油不管什么系列用大号 除了海天这家品牌 加上番茄沙丝买小号 其实最好一代小就是这个 材质都是食品级的 插上提一软果啊 比着这个瓶口 其实这么一剪啊 瓶果也有 就装好了 蜜蜂有防潮 压一次大概是两毫升 炒一个菜大概压四到五次 哎 就可以了 平时试个炸鸡呀 薯勺啊 用这个压点番茄酱多方便啊 哎哎哎哎哎 谁告诉你 不提醒了 想几多少挤多少 行行行 高度也适中 装上之后呢 就比原瓶口高了五亿米左右 最好听大家 开了风的酱料 一定让方茄沙串 既然真的容易长毛